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首先國民黨現在就是出了這一招 就是說讓一席招尾這個風生出來 大家聽起來好像國民黨 釋出很大的善意 你知道立法院一年有兩個會期 總共四年就是八個會期 然後有八個招尾 也就是說國民黨其實手上 又有六十四個招尾的quota 他不過就讓出六十四分之一 給民眾黨而已 你說就讓這一次 就可能他就是試看看說 這一次給民眾黨 那看民眾黨的態度 那民眾黨也不是省油的燈 就是說民眾黨如果要展現 他的美股氣的話 他當初就拿副院長 我講最難聽的 他當初其實 他支持你國民黨韓國瑜當院長 他其實可以要一個副院長 可是他沒有辦法跟他們的小草交代 人家說你去當國民黨的小藍幹什麼 所以民眾黨必須不斷地去跟 三百多萬的支持者強調說 我們是個有股氣的黨 所以今天即便國民黨丟出一個兆尾 講來念他副院長都不要 要欺騙你一個兆尾 所以他必須要說 所以換國昌講什麼 他說改革比位置還重要 就是說你們這種層級的 只是種位置 但我們種的是改革 所以他說 第二個他說 尊重但不強求 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要給 那我們OK 尊重 但我們不會強求 就是說 要幾個小孩 不計不求不拒 對 所以他一直展現出的格調 反而是國民黨裡面就開始內亂 就是說到底要讓哪一席 你剛剛講 因為國民黨現在已經預測了 大家都大家大概有 財運上到八個 大概都有一些預設的 那你讓出來那一個人怎麼辦 所以這裡面你要去交代 那到底 假設我是羅明財 財政放出這個消息 羅明財都征肖 什麼時候我同意這件事 那到底是誰背後搞我 讓司法 那誰在背後搞我 是復坤 你知道他每一個這個動作 都會讓人家產生 你國民黨的內鬥 相對之下 那國防 馬雲軍會不會出來講 對 會不會出來 對啊 對 相反的 從民眾黨的角度 發生就是不計不求 然後他保持他的高度 就是 雖然他 我相信他們其實也很想要 因為有趙偉的話 他們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展現他們高於國民黨的能耐 因為現在兩黨看起來半斤八糧 從一個收落金的質詢 不是 大家搞得沸沸揚揚 很期待那個陳建仁院長的專案報告 23號總算上去 結果上去又有國民黨三個炮手 小新 徐小新 謝龍介 羅志強 輪流炮 炮了半天 我問各位觀眾 你有在看什麼嗎 你不覺得怎麼樣 陳建仁就是軟軟的 就是說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就 記不住什麼火花 那黃國昌也是事先就是說 那個報告寫起來 就非常的輕薄 叫你去秩序看 你去讀 你去讀 就那種感覺 那結果結論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沒有了嘛 大家原本因為這個 收落金的這件事情 好像認為說 好像藍白兩個大黨應該 兩百兩個在野黨 可以好好的 陳建仁讓他一事難堪 結果搞到之後也是 雷聲大 雨點小波 所以他們不斷地在摸 就是說這一招 可能對民進黨沒效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摸 那這裡面最大的 不要說是最厲害的 就是柯文哲 被稱為民眾黨的第九席立委 收落金關他什麼事 他也可以出來說說 那就是實驗室污染 跟立場跟民進黨一樣 國民黨就不爽 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是幫民進黨講話 柯文哲 所以台中市那種就不爽 那柯文哲最後說 沒有啦 我變無辜的第三場 你知道他也要在這邊踹一腳 然後就踹一下盧媽 好像意思是說 因為盧媽是二零二六的 現在看起來百分之百 就是他是候選人的 二零二八 然後現在先踹他兩腳 盧媽你也是會有出包的時候 因為這個收落金之前在過年前 大家搞得全國都很關心 可是現在經過這麼 這樣一連串的 包括這些報告看下來 看起來大概就是真的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實驗室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準備要搜索 盧媽也想要搜索 可可不可這時候就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經過這一個 所以有人在討論 今天就討論說 那這個六二聯盟 就是五十二的國民黨加兩席的 五黨籍再加民眾黨這個八 到底會不會在國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不會 因為他們是一個既合作又競爭 然後最後再講一件事 你說縣市長 這個確實黃國昌就厲害了 他就說我不只不一定是新北 因為人家說我要選新北 沒有沒有 新竹也有人找我去選 桃園也有 他這個就厲害了 因為你如果只讓他新北的話 那他的殺傷力跟威脅心就弱 這個他有學到他師父的 那個柯文哲那一種 柯文哲當初也講說 那我這邊也可以提 那邊也提 而且重點是每一個選區 他的特色不同 民眾黨在這個選區提 他可能威脅到是國民黨 他另外一個選區 他可能威脅到民進黨 所以在不同的選區 他們用這樣的畫白 就是教牌的方式 他可以不斷的保持一種殺傷力 那最後就是你國民黨 廣告牌廳 你要選的人要不要過來低頭 你要不要過來喬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剛才世間哥已經講了 國民黨 國民黨浪出這個招委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釋出某種程度的善意 開始跟民眾 因為他們不能跟民眾 他們雖然想跟民眾 在在野陣營之間互相較勁 要真正一個最會監督的 可是在這個2026 這個縣市長選舉上 他還是得國民黨 某些程度上 還是得跟民眾黨 民眾黨低頭或交換 一九 柯文哲 這次一日北高這些 真的跟當初不太一樣 對 有人在討論就是說 這一次一日北高就很落差 那流量是不是 一出去就跌倒 然後後來又是交接 因為他其實沒辦法被抓包 被金牌人抓包說 他也不是真的從頭騎到尾 這一次下來就落差就擺倒 然後中間他也不是像以前那麼囂張 就是說他要一路騎到底 他說一個人騎得什麼快 一群人騎得遠 重點來 重點來 那流量呢 其實有人在討論到流量 我有觀察 他到最後關頭的時候 大概線上的那個KPDP流量 大概六千人 那你說六千這個數字 到底怎麼算 怎麼比呢 柯文哲在以前這個一日北高 最夯的時候 線上大概有一萬五千人 同時在看 那是他比較夯的時候 但他曾經來臺北市長也有落的時候 大概一千人在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六千 大概就是因為臺北市 有一陣子就比較消沉 那一些經過總統選舉 這一波以後 他其實流量回來 但是也沒有辦法達到 以前那個就是那個帝王時代 所以大概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說也沒有說他流量完全沒有 還是有 特別是他的KPTV這些粉絲還是信他這一套 那只是說老話一句啦 搞了八年 有沒有點 你要說老狗 便不是新把戲嗎 過去不成這樣 現在再繼續騎的時候 其實那個 就我覺得沒有一個心意的話 會大家覺得說 就是到此為止 而且你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厲害 說可以一直騎到底 中間要休息 然後中間要換人騎 所以我覺得 聊勝於武啦 而且他這一次是有發動人令的 因為他們從在之前選舉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要求他們的小草們 其實就是全程開這個手機直播 所以這一次事實上 他們在出發之前 就已經有號召支持者 要開手機全程直播了 所以剛剛一中講說 這個流量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原先可能在選舉的時候 政治熱潮上來的時候 他的小草願意做這件事 但你現在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一樣發了動員令 但現在看起來在網路上的流量 其實並沒有之前選舉的時候 就來得高 各位人群現在看起來的話 那白鷹為什麼在這次 因為在媒體上面的調查 那白鷹的反感度 為什麼飆到破五成嗎 其實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 所做的這個調查 當然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政治的部分 是針對政黨都有來做 那其中看到政黨 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他的正向評價 其實是高過於負向評價 但是後面包含國民黨跟民眾黨 事實上的負向評價 都比正向評價來得高 其中大概看起來是 是以民眾黨來講 為什麼特別強調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其實在當時崛起的 所以在今年選戰 他是其實打藍又打綠 雖然講說這個藍 他是要合作 但你看到對於國民黨來講 只要合作稍微有破局 那負面其實對國民黨批評是大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民眾黨其實對國民黨 沒有特別多的善意 為什麼國民黨批評要給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負向評價的部分 他其實達到了百分之五十點四 正向的他的這個 所謂好感度的部分 他的正向評價是三十二點五 那我認為這個對於 這個民眾黨來講的壓力 雖然我剛強調 國民黨其實也是負向 大於正向 但不會覺得太意外 我說不會覺得太意外 就是說這個網路上面討論 本來就有正有負 可是對於柯文哲來講 過去這段時間的新聞熱點 全部都是在民眾黨的身上 而且民眾黨想要塑造的 其實是正面陽光積極進取 而且他們很願意為臺灣民眾打拼 但卻在網路上面 得到了這個評價來說 你可以看到破五成 而且如果就這整體上面來看 大概只有對經濟現況的 那個評價 那個負向的部分 是比這個民眾黨的 這個五十趴還要高 還有對共產黨 但他不會想跟共產黨比 所以我認為這個 對民眾黨來講 會是一個警訊 我覺得警訊意思是說 最少好感度如果有出現 那有可能換為支持度 但是如果是不好感的地方 就是如果負向太高的時候 很有可能 我看不到你好的地方 那為什麼負向會這麼高 我覺得大概就是 回到了柯文哲講的 就是說他的黨團說 不是關鍵少數 有可能是少數 這個當然你說 他們覺得自己是關鍵少數 甚至他講說他是關鍵多數 也是民眾黨人上節目自己講的 可是當外界賦予民眾黨立院黨團 過多的期待 跟更太多的期許的時候 卻發現從二月一號立委報導 到現在為止 請告訴我 民眾黨立院的黨團到底成就了哪一個 是他們訴求的主目標 立法院院長選舉 要大家來報告 到最後決定不投票 不投票理由 也沒有去講人家 到底哪兩個好或不好 理由是你們誰誰誰罵我 所以我就不支持你 那你說包含到柯文哲講說 你看國民黨是不是在亂 在鬧 你那個食安的那個 你數據拿出來 專家會議看 兩個小時就搞定了 國民黨開什麼臨時會 民眾黨還要搞一天院會 還要加開院會要搞一天啊 就現在看起來這些東西 那包含到朝野協商 我認為現在國民黨要釋出的這個善意 老實講 我覺得有一點有點口惠而死不治啊 因為你如果要換取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即使要換取民眾黨對你的善意來之後 你還卡著一個民進黨嘛 國民黨一定也知道 就是說如果在協商的這一塊 民進黨如果我也跟你肩幣經驗 你就唱獨角戲 我就附和一下那個民眾黨 這個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他當時吳宗憲去送那個院會 要臨時變更議程的時候 後來測案 國民黨就講了一模一樣的東西 本來國民黨可以送案之後 禮拜二就可以搞實安報告了 不要他們測 我們支持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也提了一個類似 民眾黨要禮拜三 你如果知道民進黨就不可能跟你過了 你也故意弄這一招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民眾黨 自己本身來講 就你要如何去調整這一塊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你剛剛問我說國民黨有些支持者 我不敢講說我聽到代表全部啦 但是有一些國民黨支持者會覺得說 民眾黨如果在國會要舞台 舞台你自己去搭建嘛 國民黨幹嘛幫人家拍阿楓 把舞台弄上去燈光映響 全部幫他架好 然後民進民眾黨在這邊 我沒有要去喔 你們幹嘛一直要給我們 如果要的話 你們就好好來講 黃山那個意思不是這樣嗎 要你們就來講啊 幹嘛這樣放話 我要禮讓你 還要被你說成是放話 那到底是哪邊有這個善意 不能來綠白啊台灣